大家好 欢迎关注爱车诺诺 我是大脸猫 那么今天在诺诺的成都站跟大家带来一台斯巴鲁的XV的小报告 后台有朋友在问 就是我们成都站的两台XV 两台旗舰 一个是纯油的 一个是混动的 两者开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或者说是油耗到底混动能省出多少 那今天我也是下午抽了点时间分别的体验了一下 我们眼前的这一台是一个2020款的智勤旗舰iSight的 我就拿这台车来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 因为两者都长差不多 斯巴鲁的XV这个车是一个紧凑型的SUV 然后车身长度可能也就4米5多 这个很紧凑 然后接近脚离去脚 离去脚还挺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它有个非常优秀的四驱系统 所以说咱们去走点烂路的话 也是完全不虚的 两台车都是搭载了水平对峙四缸的FB20的发动机 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混动版本上的话 它的马力调校会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然后混动的版本呢 它在后方是有个电池 前面的话会有个电机 电机的话也顶多能够带来 9.6千瓦的这么一个功率 输出功率 其实非常非常小 它就是那种G48伏和咱们说的THS 风天那套系统之间的这么一个水平 好吧 那么这台车的话 外观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就没有什么一丝浪费的线条 然后尾部也比较精干 然后两台车的后备箱空间其实是差不多的 为什么呢 像这台混动版本的话 它后备箱就下面 就是它的电池 我们拉开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补钛叶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电池了 那么在那台燃油版的车型上面的话 这里就是备胎 所以说你可用的后备箱的容积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为这个电池带来额外的100公斤的重量 这台混动版的这个至勤的XV的话 我开起来特别是过减速带的时候 会感觉到后周没有那么的跳 你如果是开那个纯燃油的话 它相对来说会后周会更灵巧一些 更怎么说呢 更跳一些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再说到大家关心的油耗 像今天同样的测试条件 均速都是2526公里每小时 然后没有开空调 然后有自动启停的打开自动启停 因为像这个混动版本 它也不需要什么自动启停 纯油的版本的话 我测下来是7升每百公里 那么它当时的胎压的话是2.5 2.6bar这个样子 混动的版本的话 我测试下来是5.9升每百公里 然后同样的也是没有开空调的这么一个情况 像这台车的胎压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它的左后轮 我开完才发现 它只有2.2bar 2.3bar都没有 整体四个轮胎的胎压都是要低于我们今天测试的那台燃油版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打到像那台燃油车的燃油版的胎压的话 我估计它的水平能耗水平会更低一点 但是有一点值得说明的就是它的电池容量很小 然后它的电机功率也很小 所以说如果你是想追求极致的纯电行驶的话 那对于你的这个脚法来说是真的相当有考验的 基本上你在起步你的行程 踏板行程稍微大一点点 它的这个内燃机就已经介入了 我反正如果大家去买斯巴鲁 不管是这个XV的混动也好 还是说森林人的混动也好 咱们不要刻意的去寻求这个纯电行驶 你该怎么开就怎么开 该怎么起步 就怎么起步 不用说为了去纯电 然后我轻轻的去踩 然后再也不敢超车 也不敢急加速 那其实有点得不偿失了 我个人认为斯巴鲁把这套电机 加在这个车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补足它2.0升自然吸气的四缸水平对质发动机 在动力上的一些短板 虽然说这个动力加起来 它的发动机加上它的电机的功率加起来 和纯油的那个版本差不了多少 也就大个极匹 但是实际的出力方面还是要强一点的 这个是感觉有点像2.5升的那个机器的版本 机器那种带来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智勤的这个版本的一个特点 再加上它的油耗客观也是确实是要低一点的 那差不多 这个就是它在行驶和油耗上面的一些表现 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内饰一些方面 很多朋友可能也没在路上见到过这个XV XV的话 它比森林人会小一点点 但是我今天看前面是我的乘坐空间 然后后排的话 其实空间也非常不错 可以非常舒服的去乘坐四个人 对因为中间的话有个比较大的鼓包 怎么说呢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非常可以的 而且它的机械素质又很强 也不爱坏 对吧 我觉得完完全可以当个小家庭的主力用车 前排的话还挺不错的 有座椅加热 两台车都是有座椅加热 包括斯巴鲁标志的XMODE 就是它的一个越野模式 还有CARLIFE 它是一个百度的CARLIFE 方向盘这边就是控制它ACC的跟车距离 包括它的启用或者是恢复 好吧 那大家不知道对这个混动和纯油的XV这个能耗表现 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有没有达到 像这个混动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来线下亲自的去体验两台车的这么一个差别 好吧 然而两台车的具体的参数 它们几几年上牌 它们现在的售价 我都会贴在我们这个屏幕 现在有这个画面的两侧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个对比 OK 那么今天关于两台斯巴鲁XV的体验 对比体验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